主团上春晚 我们好好演 长期不重要 淘汰救济眼 不敢不敢 不敢这绝对不敢 欢迎几位 欢迎谢谢来 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名字叫做 我想有个家 有请 大姐 你这叫太香了 你这叫真的 快不揉着不得追飞了啊 老板我刚突然 你还没干的 你说下来干啥呀 你说你擦这么干 你干啥呀 我擦都擦了 我不擦干 你我干啥呀 你说你老这么勤快 干啥呀 这一天天你 干啥 干啥呀这是 哎呦大姐 你说我就出过拆啊 这东西给我码的 横平竖直 这家伙赶上麻将牌了 你说 哎呦我天哪 我都不舍得拆 拆完回头我的按摩上 哎大姐 那会儿不用你 那园丁一会儿就来了 那小子家里有事 又有事 什么玩意 喂 家政公司吗 不你给我找的园丁 怎么回事啊 怎么总有事 赶给我换一个 要给我岁数大点的 有经验的 听好了啊 这回你给我找的园丁 第一 必须是单身 啥晚上 媳妇改嫁了 改的好 第二啊 干净利索二代 第三 速度要快 面对笑容 第四 挂了 大姐 这时间差不多了啊 我还得赶飞机 我得走了 你说你这地擦的 你说 你把我还给困里头了 你说这还不 老板来来来 你跟我走 哎 这边好 来走啊 走着节奏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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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这老板 哎呦 我了 哎呦 哎呦 我的天 哎呦 我的妈 哎呀 这玻璃盖子给我卡的 肯定是秃了皮了 这门卡的也太高了 你给我等着 一会儿我就跟你聚了 哎呀 你说谁呀 哎呀 怎么是你呀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打电话让我来的 谁打电话让你来的呀 公司呀 你就是新来的元兵啊 对呀 速度要快 面带笑容吗 花人打电话 我收拾收拾的 来 行了 你别捣乱了 你一个伐木的 你说你修啥花呀 贴根修花 我管那事呢 公司绕 我罚谁 我罚谁 你靠点边啊 变哪棵树倒了 把你给砸了 靠边 行了 你赶紧带上工具 回去吧 你别 你老让我走啥呀 我不把活干好的话 不给你和咱们公司丢脸呢 咱们 你啥时候成我们公司的了 你不总不回家吗 我上你公司就找你去了 正巧赶上你们公司缺人 就相中我了 他们问我 你以前是干啥的呀 我说我呀 在园林工作 他说你具体是干啥的呀 我说你给我具呢 我什么都能干 就这样的 就把我录用了 他们说你得填个表 必须填单身 这活在好找 我这一打定 你行了 你填的是丧偶 那对不起了 我必须改家了 行的 你别说 咱俩事回头再说 你赶快回去 不是 咱俩现在是同事 请不要打扰我工作好不好 我先把门口挡车 为那柿子树干倒 柿子树我这么一干 他这么一倒 门砍的往下这么一夯 往下咱俩在聊 你看啥 柿子树 人家是风水 你这比捣乱啥呀 他捣乱风水 我必须干脑 干什么呀 你这是捣乱 他不碍眼 你知道吗 哟 这小老头还不错啊 笑容挺精神 我跟你说 在我家干活 我长话短说 第一 你 管着他 第二 你 被他管 第三 你好好管他 第四 你看着他管后你 第五 你管后你自己 那不一个意思吗 第六 你别管我 干活这 大姐 你来来来 嘴里无论 这第一啊 咱们家这保险柜的钥匙 我可就交给你了啊 第二 大姐 大姐 你记住了 照顾好咱们那家 第三 别太累 照顾好自己 第四 我走了 老板 那行 你路上慢点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行 你也别送了啊 老板 嗯 你啥时候回来呀 带到来年 山花 烂漫时啊 哈哈哈哈 这烂漫 我这样浪漫 你这样浪漫 你干啥呀 你西亚修啥的 这是啊 就这花吧 它有点太贱了 要想修好它呢 得先去叶 再砍身 八树皮 巨树根 带到来年 山花 浪漫时 它就正搞 你这死老头子啊 你就气我吧 你就是故意的 你看你带这些工具来 你就是来叫菊的 我叫啥菊啊 我是怀揣着诚意 面带着笑容 给你收拾花草树木了 哎呀 你知道吗 哎呀 我这一进门啊 一看啊 这人的问题呢 比花大 所以呢 我就敢收拾人了 不有那么句话吗 小树不修不指榴 人要不修理呢 耿啾啾 行啊 现在你也过上 全石木的生活了 是不是啊 把跟你过了几十年 那破焦个板呢 是否忘了都一干二净了都啊 你说啥呢 人这家再好 是人家的 我听的可是咱 钥匙 拿好 看好咱们的家 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你从来没对我这样过 进门第一句话 你死哪儿去了 第二句 爱死不齿 第三句 刷牙洗脚 第四句 扁呢 这死老头子 你 你说这话说的 那我能跟老板那么说吗 老板说我走嘞 我说 哎 你啥事回来呀 那我能说 你爱死不死 那老板能给我开闲吗 我少给你开了是咋的 哪个月没上脚啊 你别吵了 你给我下来 坐这 把工具都给我交出来 那不都在那里吗 都是你那小剂条 我还告诉你 出来这些日子呀 我清静多了 我干啥 干啥你不知道吗 啊 我这样一步步迈向咱俩的梦想 你有梦想行 能不能带着我和电锯一起飞 带你飞啥呀 抱花子 寂寞子 哎呀老伴儿啊 我那不是心疼你吗 啊 你说啊 咱都快六十的人了 回家吧 不回 不想我呀 不想 真不想 不是真不想 你干啥呀 别闹 我就闹 那有监控 咬咬嘛 咬咬咬咬 我发马上来火了你 我管大声 我得打声点 哎呀 我拿一来 你拿一来 你靠别 拿一来 你靠别 你干啥呀你 小岚 我今天要不在那儿逼杀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是吧 干 你啥 老伴 这条腿整个事你知道 只能到这儿了 正式开始 老伴 想当年咱俩结婚的时候 就一间房 两个柜 三个一罐 一套被 亲亲和朋友 凑到一块 总共不到十位 苦了你了啊 我知道你出来打工很辛苦 是 为了这个假 但这里边呀 也有我的事 这几十年呢 我成天跟你喊 这嗓子喊的 从蒋纳维 喊到杨坤了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昨天那小两口 已经找到我了 问妈干啥去了 人说了 要妈 不要吧 我爸 你可以上 但我绝不能改嫁呀 我一想也是 咱怎么拼 咱怎么拼 才能拼到房子 啊 回家吧 啊 你太辛苦了 这事 如果要让孩子知道的话 他们脸往哪放 他们肯定得搬出这个家呀 你这是硬要把我拉回家呀 不 我是用我的爱 来融化你 那你还喊 我 你个死老头子 回家吧 啊 松开 你给我上那边打人家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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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拿咱家东西了 老板 你是不是亲他手了 没 没有 我可看你清清楚楚的啊 你刚才不就这么的 我这么亲你吗 还不承认 接你稍后 你靠后 老板 我保护你 你靠后 你靠后 你 到底干啥呢 圆顶 圆顶 我看你像公报鸡顶 圆顶把我家花都倒成那样了 那个 我现在给你整推衬的 来来来 得了 你别活活这颗了 你啊 我投诉你 我现在就投诉你 我马上打电话 我投诉你 喂 公报鸡顶吗 什么公报鸡顶 老板 家众公司吗 你给我找的圆顶什么玩意啊 老板 你上不下 我跟你说 我花呢 你说什么说 我家花老贵的 你赔都赔不起 我告诉你 你给我来电话 来我投诉你 你给我 哥 你修家员工守了 这是个什么人啊 修家员工守了 我挂了 挂了 大家你给我来 我没说完 你给我投诉他 你给我 我不需要投诉他 你解释什么 你给我 老板 我们俩认识 认识 刚不认识啊 认识三十来年了 她人和人媳妇 把她老熟了 老情人啊 什么老情人啊 她是我 她是我男朋友 是吗 是 就领证呢 领的证 你男朋友 最烦人领的证 你男朋友 那不就是两口子吧 好啊 当初我雇你的时候 你可说你是丧偶啊 有他在这 我丧不了了 你不也说媳妇改嫁了吗 有他可这个阿子 谁敢改呀 合着你们两个 是合计伙来骗我 你过去 这好了 老板 是这么回事 我俩呀 家境一般 就一套房子 这儿子结了婚呢 就显得有点挤 这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有时候啊 难免会遇上些尴尬 媳妇是好媳妇 要是总这样下去啊 大伙儿就会太累 我和老头商量着 想再置一套 又不想离儿女太远 更怕儿女知道了 他误会我 我这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呀 挣个房子的差价 所以呀 我就丧偶了 我也就不客气地 改嫁了 这回你们俩说的都是实话吧 老板 要不这点 一会儿啊 等收拾完行李啊 你再检查一下 那我俩呀 再走 你要再不信的话 你上家政公司查查 俩都给这儿备案了 老伴儿啊 那你房间在哪呢 咱收拾收拾东西吧 是不 行 你们这就是在逼我 哎呀 他打着了 行了 你别走了 第一 你 还当保姆 第二 你保护保姆 第三 我让保安保护你和你保护的保姆 啥意思啊 都别走了 哎呀妈 不然走了啊 那还好了 第四 你给我看看来 门口这一小撮人 咋回事 哎呀 你们怎么来呀 妈 大孙子 大孙子 我这不跟踪我爸吗 到家政公司了就找事了 那个事儿 俺俩都知道了 回家吧 爸 妈 你俩想买房子 那咱俩也有积蓄啊 是 咱们共同努力 一起分家 一起出家 说啥 混说话吧 那就为了分开而努力 这是你儿子啊 这是你儿子 这不是你儿子 行了 都别说了 我知道你俩是好意 你们根本就不懂 那空间再小 有人 那才叫家 你空间再大 没人 哎 那就是个回音 今儿啊 我跟你说 这第一 从今往后 这儿 就是你们的家 第二 你俩 常来 哎 第三 必须经常来 第四 妈呀 我真的走了 哎 老板 你啥时候回来呀 待到来年 山花烂漫时啊 接下来我们赶快 听听评委老师的点评 首先有请 潘长江老师 赵博刚才表演 不用说了 我觉得整体 你的表演风格 还延续了 你以往的那种 表演习惯 就是他的懂包袱 包括形体上的表演 是非常幽默的 非常喜剧的 尤其多多少少 你的表演 让我想起了 我奶奶 因为你演什么东西 都是像老太太 也可能因为 你长得就有点面 可能是 有点面 因此说 你的表演 在这个小片里 没有任何争议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是你自己的风格 和你自己的特点 女演员 我觉得今天 表演的 也比你上几次 那种表演 我觉得更 更贴切你 适合你表演 三位助演 两位年轻人 后来上来 就那么一小点 但是还甩了几个包袱 我觉得也挺幽默 但这小片 说实话 还是缺底 这位经理 这位经理的助演 就是说 你多多少少 应该收一收 因为你现在 表演有点太炸 跟他们有点 融不到一块 你最好你的表演 跟他们能融到一起 这个小片 这个作品 你们表演 就更加完美了 非常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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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仁佳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梁洪达老师 您的意见 我想就这个作品 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 这个助演 演老板 这个感觉 比较跳 就是这个戏 如果是停了的话 它跳出一块 这个不是他 个人的演的问题 我认为是 这个情节设置上 有些需要理顺的 你比方说 为什么这个老板上来 这么要求 你要离婚 他要改嫁 要单身 这个没有铺垫 应该一上来 这个老板 再跟保姆吐槽 就是我公司里头 有人这个两口子 一天净事 这我让他干什么 都是家里孩子病了 老人不合上 你看 我就喜欢单身 应该前面 有这么一份铺垫 这给他后边 就说 这俩人你不单身不行 给这个做合理的铺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作品 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通过这个作品 在告诉我们大家 挣钱不是生活当中的全部 如果因为挣钱 把家庭搞得散了 这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挣钱 能给家庭的生活质量提高 这是每个人应该 分斗的结果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底线 是一个感情问题 谢谢大家